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耳符 我能不能邀請你呢 唱這首電影的主題曲 《情愛的對象》 你確定是耳符嗎 好 完蛋了 好在我們從不必說明 什麼關係都沒關係 順哥也算是影展的常客了 其實受過很多影展的獎項肯定 像是2020年金鐘獎的時候 得過雙料肯定 一舉奪得男主角跟男配角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順哥那你還記得 你那個時候的對手有誰嗎 忘了 忘了 那我來幫你恢復一下記憶 我記得我有入圍台北電影前配角 被你幹掉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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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個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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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我要把這個刀刺向別人啦 其實這裡呢 上一次你贏的這個對手呢 你看 有王柏傑 喔 喔唷 還有今天沒有來的張孝全 對 那這一次再度的短兵相接 順哥有信心嗎 欸 孝全上次一起拍戲的時候 他說這次要讓給我 不曉得是真的假的 看他今天整個沒來 應該就是有這個意思 欸欸欸欸欸 來 帥氣的柏宏 來請起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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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希望你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耳符 因為大家在金馬獎看過你唱歌嗎 你在北影還沒有唱過歌 我能不能邀請你呢 唱這首電影的主題曲 《情愛的對象》 一兩句就好了 可以嗎 你確定是耳符嗎 當然是耳符啊 大家掌聲鼓勵 好 完蛋了 好在我們從不必說明 什麼關係都沒關係 好了好了 謝謝謝謝 欸這是一個紅包場的概念 欸裡面不要是照片喔 拜託 喔齁 怎麼了 來 白白的照片 阿姆 這邊 瓜哥加油 祝你 加油 對 依照電影的邏輯 你跟一個老婆明婚其實是會待望你的對不對 喔 對耶 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今天送個老婆給你 你應該請吃早餐了吧 我 欸 我覺得他應該是還活得好好的吧 我很好 老公 到备了